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黑神话悟空91.61季大更新 DLC来了 DLC时间确定 春节官方宣布预告 黑神话悟空 13位决胜良化后的形象 杨检风韵十足 四大天王太遇了 黄蜂大圣蒙爆 ipex 19号更新之后 今天,Steam终于更新了 没想到居然高达91.61季 就这个体量 不少玩家直呼 我一看91.6季 以为增加了新内容 以为是黑猴2上线了呢 结果确实白高兴一下 这次更新的地方 还是蛮多的 像是火拳家的白眼魔君 终于优化了 空气墙、蜈蚣战斗 终于优化 开背包可以把小骊龙 十元等等的地震波卡没了 虎先锋那里开局 跑左边那应该也卡不住了 以及优化一些模型 还加强了狼牙棒 加30法力上线等等 话说,狼牙棒最大的问题 是攻击力太低吧 要是开放武器升级 让它生成红色 就是一把优秀武器了 但同头这个改动倒是好 不过,让人难过的是 这下平平成立死了 说实话 真心不想离开平平 对于这次更新 也有玩家选择先观望 暂时不打算更新 因为不少玩家 在Steam版玩了100多小时 还没有问题 YGame版 之前玩了十几个小时 也没问题 但这次更新后 挑战银虎时 弹窗爆错闪退 不知道跟更新有没有关系 更有部分玩家表示 更新后进游戏直接死机 后来重启连续几次进游戏 都是黑屏 按官方的什么验证游戏 都搞了还是无法进去 以兼容模式运行也不行 大家可以选择 过段时间再进行更新 另外 对于大家比较期待的DLC内容 游科公司的领导 已经在今天明确表示了 DLC已经在赶工中了 而游戏科学的幕后投资人 吴淡也在近期确认了 DLC的发售 预计会在明年8月和大家见面 春节可能是玩法DLC 以及DLC的宣传片发布 DLC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说实话从时间上来看 明年8月这个时间 还是比较靠谱的 毕竟之前好多章节 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差打磨了 吴淡还透露 在DLC中的地图 包括天庭 施陀岭 地波坛 金平府 以及女儿国剧情地图 按照尤科的尿性 不可能放下自己的旧梦 所以斗战神里边很多素材 都会拿出来翻新 抛开完全不符合故事线的 武装罐 白狐岭 车石国 通天河 兜律宫 波月谷 阴潮地府 这里边包括了王死成 奈何桥 黄泉路等等副本 还有自我创新的大鹏梦境 画妖工坊 天王宝等等 都是现成的素材 真不怕没得做 就看质量和速度了 总之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波 如果有最新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各位黑神话的大佬们好呀 近期有玩家脑洞大开 纷纷对黑神话中的角色 进行了性转 还是蛮有意思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就是娘话版的四大天王 从大闹天宫 直接变成了大闹后宫 玩家们看了之后 纷纷调侃说 猴哥这种事情就不麻烦你了 试问谁能想到 杨茧居然也能变得风韵有蠢啊 不是二郎真君看不起 而是性转杨茧更有性价比 给他一套女装 他就能颠倒乾坤 让所有神话传说都得靠边站 三界众生为之倾倒 不是寻常英雄所能及 战场上有着性转杨茧存在 敌军起步瞬间缴械 对于这样的形象 恐怕二郎神做梦没想到 这么多年后 自己还会有这么一番劫难 虎先锋也是直接变成了萌妹子 对于一直打不过虎先锋的玩家 现在终于能打回来了 不入虎学 淹得虎漆 接近者是我们的老朋友 黄蜂大圣 相信当时很多玩家 都被黄蜂大圣摔到了 二周末赶紧回去再去帮他 起看我跪来薄杀大虫子 我来助你 话说黄蜂用灵极的头做容器 来炼化大圣根器以求变强 那么他变强是为了什么呢 黄蜂可能不只想要灵极的脑袋 可能是想让斯哈利果百姓变回原样 但是他的能力做不到 就想着既然灵极能把他们变老鼠 那用灵极头炼化根器 说不定能让百姓们变回来吧 不过 娘化版的黄蜂真的是可爱爆了 这么可爱的猫娘 谁又能拒绝呢 还有小黄蜂 好朋友光智 黄梅 小黄蜂几乎保留了原版所有要素 这是这个娘化最大最棒的特点 只是单纯的转变了性别 并且进行了一点美化 还原的同时非常漂亮 还有玩家调侃说 黄蜂姑娘 你若是跟了俺 莫不说 那花果山的猴儿们都要叫你压在夫人 瞧 我那二叔也得管你喊蒂西纳 最后就是我们的小蒙妹八戒了 大家是不是已经被蒙翻了呢 看来不管是人还是神 果然在这个抽象的年代不能出名呀 即使是孙悟空玩玩黑神话 都表示要再闹一次天公